Hello 大家好 今天這麼高興就來 最後review 是有幾樣身體的東西 跟大家說一下 首先 跟大家說一下我 三年之內 回購了 這支應該是第二支 還是第三支 應該是第三支的 之前我全部吊了 所以沒有給大家表現 這支是 一個嬰兒用的 Johnson Lotion 我為什麼喜歡它呢 是因為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我覺得 很溫和 它說 譬如嬰兒有了這種味道 會睡得好一點 我真的不知道它怎麼譬如 而且我長大了 不是嬰兒 那我就 算了 既然它這麼好聞 我聞了開心 那我就買了 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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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的 而且我不覺得它很 它這個味道又不會耐久 第二天醒了 你就 自己聞一聲 你自己的身體 你就沒有什麼味道 不過呢 你的衣服呢 所以如果你每晚都塗的衣服,你的衣服會有這樣的味道 我覺得它很密 而且我覺得 關於這個睡不睡得好的東西 我告訴你,因為我是會失眠的人 我很難睡得著的 所以就是這樣 我應該會回購的 因為我晚上睡覺之前 我不想塗一些很濃烈的衣服 或者不想塗一些太盡的衣服 因為不知為何 晚上睡覺之前塗太盡的衣服 第二天醒了之後 再洗的時候 你覺得洗完之後 它就覺得很不值 所以就不 這種是給費 它便宜 好像幾元你就買到了 幾元美金在Walmart 這個就是這個 跟大家說一下這個 我剛剛才開的 這個 它的設計是這樣的 你會死蠢嗎? 不是我罵你 我剛剛一寫 它全部都寫在這裡 我現在很生氣 這個 哪個設計 在外樓我們來聊一聊 唉,好煩啊 早上來跟大家說這個 這個 我最近用完的 我千辛萬苦 用完的 這一枝 為什麼我這麼不喜歡它呢? 是因為它 嗯 它說它用來塗腳 這個是一個 Dezert Essent的 胡腳霜 它說用來塗腳 其實我手腳都塗了 後來我真的太不喜歡它了 我用來塗整條腿 我又不會用來塗身 因為它的味道很難受 我不喜歡它 就是因為它的味道很難受 而且它又不會很滋 雖然你在一晚之內 如果你夜睡的話 你塗了短時間 你不用補 你不會感覺到乾 不過呢 它的味道呢 我是說它是 它叫是Pistachio味 它聞起來是花椒八角的味 你不會買個八角味的東西 不是 不是花椒 花椒應該 算了 花椒我都不想它是我的Body Lotion 八角味 你應該都不想要用八角味的東西 用來塗 用來塗 Lotion的嘛 是不是 所以這個東西 真的很辛苦地塗 我的下半身就用完了 絕對不會買它 請大家看到它 都彈軟一點 很濃烈 也不算很濃烈的 不過你會聞到 那種八角的味道 這個是 我對它的看法 第三樣呢 就是跟大家說 這個很出名的Hand Lotion 這個應該是有第二支 整天重複買東西 我很喜歡它 是因為它 都不算很喜歡的 我喜歡它 是因為它是可以保持很久的 你一晚 前一晚 塗了手 就算你的房間開熱 也好 這第二天 你去洗澡 你都可以 感覺到滑散散 還是有少少在 而且你整晚不用補 我用來塗手 或者我用來塗腳 我通常手腳一起塗 所以就用它 而且它好的就是 這個是沒有味的 我就是這樣 它就沒有味 而且它很潤 好像還有一點點 不錯 可以跟大家表演一下 它是 它的質地呢 它的質地是我唯一不喜歡它的地方 因為它比較難推開的 就是這樣 不過你都推得開 你又不會說經濟 就是這樣 而且有點癡癡 所以睡覺之前用 是OK的 或者是上床的時候用 沒有問題 應該我想不到買什麼 很信心的東西 我就會 再買一次它 現在它到最後的時候比較難 不過大家都是這樣 對吧 所以這個是這個 最後帶給大家 說一件這樣的東西 這個是Sephora買的 它最近在第一節 所以我就買了 它是說 叫什麼 Mousse Body Oil 就是它是舞獅的 身體的油 哈哈 是不是聽起來 很新奇有趣 我跟大家表演一下 它就是 它 譬如你扮我 洗完澡 我知道了 你看到它是懂得發的 這個很好玩 其實這個東西 它 覺得它發了很大 這個 展示我的寶寶 看看它好像一隻兔子 它有一點不好 就是它的味 有一點勁 不會是好 那種味 不過也會有一點 那種味 有一種阿媽媽的味道 我媽媽不是這樣的味 不過會令我聯想到 一些古時候的 東西 而且不是那種 舒服那種 是有一點 有一點近的那種 媽媽 爽身粉 那種味 其實我自己最喜歡 Baby Powder的味道 這一種不是 這一種是 近的味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反正 個人不是很喜歡 不過我又不會討厭它 我也是願意用它 它有一個不好的 就是它 如果你平時 很舒服的 開始擦 掉了在這裡 不好意思 我拿回來 那你平時 第一個它會跌 第二個 我是說 你這樣的話 你這樣 它會彈到周圍 好像我剛剛 我剛剛 就彈了一塊 在我的面前 OK 這一邊 它是會 有這個 如果你不夠溫柔的話 它是會彈到周圍 也是 這個我不喜歡 不過 其實這個過程 都是幾快的 如果你貪快 又不理會它的味道的話 你也可以擦 而且我也是 如果我擦 我也是 睡覺之前擦 因為我不只望 一個這樣的東西 比較太大的 Moisture 這個就是這個 比較新奇 油脆 我想 我不知道 我覺得它最大的缺點 就是它 我拍的時候 如果我拍的時候 不夠溫柔 它會飛到周圍 或者彈到周圍 現在我要買一抹桌 因為彈到周圍 都有一些 有些拋 這個是它的不好 第二個 我覺得它有點奇怪 它噴了出來 它才發的 其實都很好玩 長語來說 如果我太悶 的話 我想再買一次 我還沒有用完 我可能 講空瓶的時候 再講一講它吧 它的滋潤度 到現在來說 是覺得OK 我不覺得 它很容易吸收 不過 它可以保持著我不乾 那 就是這件事 這件 好了 今天就是講這麼多 我也不想這個影片太長 謝謝大家收看